来办法会也好聚会也好 它有它的功用 但它的存在是一个假象的存在 各种会变的物质的暂时的结合 这样而已 那你要习惯 所以它是虚幻的 你不要说我的房子 我的钱 你就会痛苦 你的那我就不关心 有这个分别 所以一切都是平等幻化的存在 但是它怎么去发挥功能价值 这样就好 连这个身体你都观察过 这个身体地水火风 对不对 再加上我们的意识 结合起来 所以这里面没有一样是我的 地水火风叫色受想行事 没有一样是我的 属于我或我在里面 这个我这个名字也是假的 各位你要经常跟自己说 不然有些人不高兴 我不甘愿 我不甘愿 他告诉自己 我要找他 我要跟他怎么样 我要怎么样 你就一直在制造这个很痛苦的压力 我要得到他 我要抓住他 我不要他 这些都是不该想的 因为连我都没有哪有他 所以 而且是大家平等了 所以当然学佛各位要有思想的转变 而且像我自己老实说 我是习惯于每天跟自己说话 而且说的都很简单 按照《般若心经》来告诉我 空性是什么 追求菩提怎么做 念阿弥陀佛 那我现在就在往生净土 而且我要带着众生往生净土 而且希望众生孝顺父母 寿司上规发菩提心 然后就一直在这样念阿弥陀佛 而这个没有说谁高谁低 谁久谁近 而是你就要维持这个状态 从一开始呼吸中间呼吸 最后也还在呼吸到没呼吸这样 那这个就不间断 就不间断 学佛很单纯 千万不要有一个 现在我发现很多女学生有一个次第 这个低 这个中 这个高 这个然后谁要追求低的 你会把低的当作一种跳板 而不是实修 我做完家型了 我读完书了 那我最主要是要达到这个 中间你都不实在 这样不好 因为每一样都是很踏实踏实的 去融入它 去享受这个伐喜 不然的话你会觉得说 这个我才伐喜 这个叫我去拜佛 这个我已经拜过了 现在不拜了 所以我们是从头到尾都要拜佛 从头到尾都在忏悔 从头到尾这叫不间断 千万不要把它割开 割开以后变成高跟低的分别 你还是没学到佛 学到佛法是什么 来 你也讲活在当下 活在当下 就是每一个这个东西我永远都在呼吸 我永远都在修加行 我永远都在空性 我永远都在上供下施 吃饭也在上供下施 饭拿起来上供 布施给你自己 包括你里面内在就有六道众生 内在就有佛性 吃饭当下就是上供下施 而且你吃下去的饭产生了气味 然后就在供养就在做烟共 透过外在的这种烟共 放到内在来 天天我都在点灯 因为我生起空性跟悲心 所以什么叫点灯 你也讲 菩提心灯 大慈悲为由 大信愿为助 大智慧为光 你在点灯 了解吗 当你一生气 又贪嗔痴 你的灯又熄掉了 无明 所以你要保持明的状态 而不是说点灯 这个仪轨生还是浅 它没有这样分的 因为每一个仪轨 每一个念佛都是让你在当下 所以供养也不是 我们只是把这个供养 供养到你的意识里面来 你二十四小时 哪有不供养的 二十四小时都在上供诸佛 下施有情 净化自己 以上供诸佛圆满菩提心 以下施有情 圆满大悲心 以净化自己 圆满空性 念佛 念法 念身 从一开始皈依 到最后成佛 都不离开三皈依 包括你成佛的净土 也是叫人家 念佛 念法 念身 所以 我还是要跟各位说 佛法没有生前 没有说 先这个 再这个 再这个 佛法没有这个生前 我想 每一个佛法讲的都一样 只是文字深跟文字浅 孝顺就是孝顺 没有说 现在孝顺以后不孝顺 孝顺就是孝顺 它是一个心态 展现出来的行为 但是千万不要把 因为 就像有人跟我说 海盗法师 你天天放生 你不讲一点生的 我说放生最深 慈悲最难 我说你每次讲的都是这么浅的 你每次讲一些 讲一些什么 我不懂了 你也不懂了 大家一起不懂听吧 然后就觉得很深 你也听不懂 你做不到的东西 你不要去 你自己都做不到的东西不要谈 因为谈的没力量 所以 你自己有认真在做 大家鼓励我们互相来修悲心 大家鼓励可以 因为我也朝这个方向 你也朝这个方向 所以 那你现在是如此 所以我想各位 如果现在我们去帮一些穷人 送给他便当 你快不快乐 那个就是佛法 生起 想要去帮助他就是悲心 去实践他 就是菩提心 就是佛在做事情 做完以后放下 那就是在空性里面 所以念佛当下就是佛 慈悲当下就是佛 焉供当下就是佛 上供下侍的当下 都在做佛在做的事情 那以后 让自己再讲 那以后上班也是佛 下班也是佛 健康也是佛 生病也是佛 佛教教教理 在生老病死轮回各种的因缘 保持觉性 觉性 那就是佛性 知道他来了 知道他去了 知道他快乐 知道他痛苦 而不是去断灭他 不要生气 一忍 忍久 你会生病了 我是气一秒钟而已 这样 所以 因为就给我一个 但是我从这个气 生气里面去观察 从这个欲望里面去观察 从傲慢里面 用佛法去超越他 这个叫智慧见 知道吗 智慧见 在火里面断除烦恼 火焰化红年 这个是当下的 所以你要把这个世界 当做一个净土 每个人当做一个佛 也当做一个将来 可以成佛的众生 去对他供养 所以用嘴巴赞叹对方 就是供养 用好的眼神 看到对方 是供养 各位不要眼睛 看到对方 你爱我吧 那些恶鬼道的供养 你要饥渴 饥渴 做生意的人 讲了半天 你钱给我吧 那不是供养 那个是一种贪欲的语言 那这个社会变成 大家有所求 执着 有目的 所以我想 你在那边微笑 就是供养 你用心 尊重的对方 是个未来佛 是个供养 你用语言 去赞叹对方 去让对方学佛 那是个供养 那我们是 以对佛的 这样尊敬的供养 变成24小时 在上供 下世 所以我想 我们今天 去做好事 马上就感谢 爸爸妈妈生我 这个就是供养 回向给鬼道的父母 那也是供养 因为我在做这些善事 那佛教的 最基本的 也是最究竟的原理 念一下 缘起信空 这个空 不离开缘起 因为离开外在的 我们不能存在 所以 刚刚念了三宝 护法善神 六道众生 冤心在主 就是让我们这一颗心 跟整个法界 合在一起 佛的法界 菩萨的法界 声闻言诀 叫四圣法界 然后天道 阿修罗 人 地义鬼道 出生道 六凡法界 合起来叫 十法界 所以你用一只香 你用一杯水 你用一颗心 你用你的声音 那你就要跟 所有法界众生 连在一起 这个叫空性 空性 就是跟万事万物 产生依赖 产生连结 而不是执着 什么是执着 执着是我不理这些 我只喜欢花旗 但我不管 那就是执着 执着会有压力 所以一个男人 爱一个女人 那是妈妈爱小孩 他就会给他压力了 有压力就会对立 因为你不懂了佛法 那你就跟对方对立了 福章里面讲的是 平等无分别的爱 就是无染清净的慈悲 所以各位要每天 跟法界合在一起 用个灯 用个花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十方诸佛我都供养 十方诸佛皆欢喜 阿弥陀佛 然后呢 诸佛福沙观而 互法善神快乐 六道众生都变成阿弥陀佛 希望他们心在极乐 他马上就往生净土 但是他要放下 我在做鬼 我在做人 那你就分别 所以离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离一切相 极见诸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就是空性展现出来的 融为一体 所以念下来 生命共同体 你不能离开我 我也不能离开你 人不能够离开树 树不能够离开人 太阳为我们存在 我们也不能离开太阳 所以这个世界虽然形象不一样 是土 是花 是灯 事实上 土就是花 因为 这个花烂了 归泥土 泥土里面才有营养 在长出花 草 树木 那这些 你要多去思维 所以大乘佛教 佛的思想叫空 展现出来是悲心 他就是告我们 那现在各位是个体 我是男人 我是女人 为什么对方有钱 为什么我穷 为什么他漂亮 为什么我丑 事实上各位 你的儿子长得很漂亮 你的女儿长得很漂亮 你快不快乐 你不会嫉妒他 你会长得比我还漂亮 对不对 但是因为你有分别 你的好就是我的好 你的不好也是我的痛苦 因为你已经练习了空的 包容的 合在一起的思想 所以如果你会觉得痛苦 是因为你把希望 建立在一个小小的点 叫执着 那如果你会觉得快乐 是因为你把希望 跟法界众生合为一体 就像我们现在上供下施 那这个跟在家也没关系 跟出家也没关系 是你要不要过这种心态 当你开车的时候 愿全天下开车都平安 不是你在开车 你是为全天下都在开车 愿全天下的友情 都跟我一样在念佛忏悔 因为你在忏悔的时候 你在念佛诵经的时候 引领了是所有天下的众神 朝向三宝 供养三宝 离苦得乐 那各位要开始过这样子的生活 这个叫入法界 法身 清净法身 所以而不是跟法界对立 所以佛陀讲得很好 因为缘起信空 所以你骂别人最后你一定被骂 你保护别人也会被保护 你爱这个世界 世界被保护 所以有人问我说 师父 我在美国还没赚到钱 因为你对美国不好 你要经常做事情都为美国做 你在美国这个土地种福田 那你在美国所做的一切 它都会回馈你 但是不要利用美国 不要利用别人 不要跟对方对立 所以你现在得癌症90% 医生说你会死 但是你心态改变了 100%医生说你好了 因为你不让癌细胞再增长 癌细胞本来是存在我们身体的 是你让它扩大的 但是你心态改变了 那些痛苦的细胞不再增长 快乐细胞就起来了 我想无名就是误会的意思 你本来很恨这个 原来一场误会 对不起 所以各位你了解了以后 你就不会跟它对立 不会误会它 你所爱的都是过去你恨的 你所恨的都应该你要爱的